中国的势必有一个选手会被淘汰 那在打法上呢 两个选手呢 尤其中国的喜新的是左手直拍横打 应该来讲以喜新的直拍横打 目前来讲呢 可以算是中国里面的直拍横打的最好 最优秀的选手 也是应该在团体赛呢 也是主力之一 那对上来自中国的延安 他是一个横拍的两边进攻 那延安的打法呢 他是一个凶悍凶猛的打法 就好像他的队友一个马龙一样 很类似 他打球就是凶悍而已 但是两个打法上呢 当然要如何的能够压制对方 在单打的部分 我想还是进攻再进攻 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战术 刚刚透过图表可以看到 两位选手都还非常年轻 许昕今年才23岁 但是在先前曾经也是盘踞在世界球王的宝座 另外在延安的部分 今年只有20岁 不过现在的世界盘明年已经闯进到了前十了 所以这样比赛 虽然说由于男子世界杯来到八强 并没有这种同国级的回避原则 所以提前上演 但势必会是一场龙争武斗 以中国来讲目前除了刚刚提到喜新 他是唯一的直拍横打 而且他是左手 所以中国应该是会非常的重用他 他将来像奥运会亚运会 大概喜新将中华队要特别注意 碰上中国的延安 我想他也是最年轻 应该是后背起来的一个新秀 那以他的国际比赛的整个成绩来讲呢 目前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成绩 今年在世界杯的赛之部分 国际周转又进行了一些调整 分成三个阶段来进行 那由于总共参赛选手有20位 所以一开始是让这个排名第9到第20的选手 先来打一个资格赛的循环 那在小组赛打完之后分组第一 再晋级到第二阶段 再来跟前八的总指 再打一次循环 那分组的前两名才可以闯进到八强的行列 许昕由于是大会的第一种子 所以是第一阶段是不用打的 而在第二阶段的比赛里头 他是分别打败了德国的包恩 还有香港的唐鹏 继续是以这个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八强赛 那么这样比赛马上就要展开 一开赛要由许昕来发球 好 发短球 直接发球抢钩 特别可以欺赏的就是洗心 他是一个直拍 一般来讲就是正手抢弓为主 那这种洗心的打法呢 需要良好的步法 所以洗心的左右的跑动范围 会非常的大的 开赛第一分其实也看到两个大角度的进攻 打得非常明确 要来调动延安 延安在排名的部分 由于他是名列在前八种子的行列里头 所以第一阶段也没有打 第二阶段里头他是分在和奥恰洛夫 还有陈建安同一组 那台湾小将陈建安是比较可惜的 虽然闯过了第一阶段 不过来到第二阶段里头 碰到延安跟奥恰洛夫都是吞下了败仗了 所以没有办法闯进到八强的行列 不过今年对于陈建安来说 真的是非要性的一年啊 嘿嘿 也是一个经验 对陈建安来讲 应该能够参赛这种比赛的 对他成长是有大帮助 一开赛 许昕又拉出了一波三比赢的攻势 这是两位选手 生涯在国际赛场上第五度的交手 前面的四次 许昕是取得三胜一败的优势 最近一次就是在 今年的亚洲杯上 许昕在决赛以4比2击败了延安 那场赛事里头呢 庄建认是拿下了第三名的成绩 也以这个身份 或也要来参加今年的世界杯 3比1 许昕要发球 以他直拍发球呢 大部分就是锁碗的变化 在制造一些显摘 帮手这一板 并没有推进 一分的差距 许昕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 好球 许昕的直接的反手的抢攻 所谓的直拍横打 那我想许昕呢 他还是会尽量的测身 但是这个球没有机会 因为原来已经开始主动进攻了 许昕做一个横拍的一个反拉 对 以中国目前直拍横打的选手来讲 许昕比较强调 在他的正手拍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对 过去在反拍 也就是横打这个部分 表现似乎没有来得像是王浩 或是马林来得那么抢眼 应该是 对 两个 如果以王浩来讲呢 基本上反拍也是他进攻的一种战术 那台 那延安来本身 因为都是来自中国 平常都在训练 对 他可能一直要调动许昕呢 尽量不要让他做一个側身抢 抢功 所以目前许昕也在注意球的弱点 基本上反拍也特别注意 又是调动他 好漂亮一个中台的反拉 对许昕来讲呢 能够延长到中台的话 他的发力的力量呢 就归场的有杀伤力的 没错 重点是许昕的身材条件非常的优异 所以其实他的手臂的长度可以让他涵盖球桌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就算要调动他也没有那么容易 对对对 以他这个应该手长脚长 所以刚刚其实可以看到延安的短球已经摆在非常刁砖的位置 但许昕还有办法扑到 9比2 对整个比赛的整个战术上呢 第一局里面呢 有洗心完全是一个进攻的一种主导 那延安可能这一局打得太保守了 一直想调动对方而已 反倒没有这个进攻的一个微微邪心 好有机会来了 对 这球是球桌下面拉起来 直接并没有放进 延安拿下了这一局的第三分 那这时候发球圈同时也回到许昕的手上 还是发短球 这球也没有拉到 对对 延安突然间一个加转的往直线调动 那目前来讲可以看出延安的接发球上呢 基本上不是回短的就是让洗心移动 不让他做一个侧身 又是回短 打在中线的位置相当有效 对 只要呢 摆得又短又低呢 在比赛当中呢 这种球就没办法做一个无牵球的进攻 但是要摆短也是很难的技术 没错 要判断对方的球到底的旋转度 是转还是不转 510 这次直接遭到了许昕的反击 10比5 现在许昕逼出了第一局的局点 距离拉开了 对 中原才对拉 哇 漂亮 相当靠近许昕的身体了 这球已经扭到了极限 对 对 原来讲呢 这个球的对拉当中 最后一板球呢 就是用他的横拍反手的对拉 那也可以看出 横拍的优势呢 就是反拍还可以对拉 如果是直拍的话 有可能就力量上 就比较轻了 好球 哇 最次的揭发 直接的进攻 对 应该要打凶一点 那延安呢 慢慢看到他这个凶悍的这个球风 延距化解掉了许昕的两个局点 如果许昕还有一次罰球的机会 好球 好球 再来 我下跌了 好球 我下跌了 大賓 好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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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彌陀佛 彈安還是必須要把他凶悍的這個進攻球風給打出來 這個球 許欣直接的在 反手位呢直接的就是一個擰球的進攻 打到目前為止可以說在變化性上面許欣是發揮 比彈安來的出色 就是所謂的他進攻就是進攻像這個球呢 許欣呢早就有準備啊他發完球他完全沒有做測身 他也知道說我測身喔許欣測身沒用 因為彈安擺短太多了 所以一發完球呢反手就準備要做一個反拍的 帶有進攻的一種打法 又是往前喔 又是這個正手反拉 這是許欣的一個特別強勁的一個正手位的搶攻 哇這場球賽喔也可以看出喔 許欣呢已經設定了很多的 這個圓安打回來的球 沒錯 10比6現在許欣再度逼出局末點 又是白短喔 白短之後 最後許欣進攻的模式又產生了 所以我想對彈安來講 打法上應該多直接打開喔 所謂的長球對抗 對彈安的力道呢可能發揮的更有效 彈安第二個發球 對直接打長球 哇這個反差 喔被許欣給逮到了正手的對抗之下 許欣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男子世界盃的八強戰 許欣和彈安的交手來到第三局 目前畫面上方的許欣 2比0暫時領先對手 許欣發球 好球 許欣呢第一球呢就是 發一個長球 讓彈安的 大概要稍微注意喔 你常常往前接發球 回來一個長球你短球處理就有 會有一點點顧勵了 接到目前為止 許欣兩次嘗試這個突然的長球都得手 第三局的一開始 又是掌握住自己兩個發球機會 建立起了領先的優勢 原來要掌短球 大概比賽的過程 原來要利用 對發長球看能不能直接的做一個長球的對攻喔 這個戰術可能比較能夠有效 但是我想兩位選手互相都非常清楚 那在每一集或者每一球的戰術呢 是不是適合自己本身的意識喔 這個當然就影響整個比賽的勝負 那前兩集 對 前兩集裡面呢 我想彈安喔 太多擺短喔 來控制喜新 反倒喜新早就設定好 短球的處理 2比2 兩選手第一輪的發球 都各自保住了 3比2 這個球 圓安很可惜喔 事實上呢 第一個接發球呢 接得相當的短又低 嗯哼 那喜新完全就已經等在那邊了 對 所以這個選手的冷靜喔 這個戰術的運用呢 要 要恰當喔 時機要恰當 好嗎 這個插邊 直接 圓安的 一個反手的一個進攻插邊 有點幸運喔 這球 打在球桌邊上 許欣一點機會都沒有 3比3 看到許欣這種直拍橫打的打法 也結合了原本直拍 這種短球很細膩的一個技術在裡面了 終點才對啦 確實確實 這個球 原來喔 想要推擠喔 結果呢 嚇往了 許欣再次超前 4比3 1分領先 漂亮的一個正手拍的進攻喔 除拍的幅度並不大 直接衝向這個延安的直線 喜新的正手的搶拉喔 他的擊球的福線喔 有時候往內有時候往前衝 他完全是拉到球的時候 鎖碗球拍的角度做一些變化 這是在直拍來講 非常非常強勁的一個打法 好開始 又是一個一個所謂的 法板的一個側拉 這個球呢 球直接往右旋轉 往右去可以看出 這個球角度已經偏向右邊 彈在球途上之後 還有一個往外拐的弧度出來 以起心來講 就是利用他的這個手臂的 還要加上鎖碗的一個變化 所以許欣其實在中國也有這個 大盲的封號 就是說他的球的弧線很像蛇一樣 很有這種變化的角度出來 這個也一般來講 打乒乓球因為球速很快 能夠呢 加速的前衝就不錯了 他還改變球的弧線 這是不簡單的一個打法 對 哇 插網喔 許欣呢 幸運的再拿下一分 拿下第八分 哇 這個第三級看起來 延安還是沒有什麼攻勢啊 所以打起來喔 就像這樣 攻勢還有機會 哇 漂亮 還被許欣救回來 不過延安也已經等在這個進台的位置 再來一百 原來這一球呢 發完球就是強烈的進攻再進攻 如果呢你沒有這種好的進攻的模式戰術 在這個一流選手的對抗當中呢 基本上你不大會贏球啦 當然要如何的進攻當然就是戰術對戰術的克制 好 許欣的發球 哇 直接又幾向直線 今天長球的策略非常有效 如果延安之源突然加速了一百 抑壓到了屎鷹的身體 延安這個已經是被動戰鬥 對應該就是 既然已經沒有什麼攻擊了 當然拚他啦 哎這個球反拍的一個反拉 延安今天在中遠台的位置 反拍的發揮相當不錯 所以應該要多打開 直接的把球挑起來 直接打長球 白短應該可以減少一些啦 但是當然就看圓安怎麼去想 又是一個長球 喜欣 研究很徹底 他也知道他的對手呢 又要準備短球啊 反正我發你的直線 你也不可能側身了 所以這個就是喜欣在戰術上呢 準備運用 對打開 好 可惜了 這個球喜欣呢又是一個撤啦 好 拿下第十分 第三局也一樣是由許欣率先逼出了局點 原來其實今天在揭發的部分呢 蠻多陷入被動的烈士啊 這次自己的發球有把握住 許欣今天長球發的位置其實也非常刁鑽 而且成功率幾乎是百分百 好 這個球距離算錯了 對對對 事實上 這個是有點出台喔 但是快要接近球桌的第二跳喔 當然對喜欣這個球 不容易拉啦 不容易拉 連續化解掉了對手的兩個局點 嚴岸現在追到了7比10 不過 許欣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又是在白短的情況下 最後讓許欣掌握了主動權 第三局的比賽比數一樣是11比7 也一樣是由許欣來獲勝 在這場八強戰目前他已經取得了頂牌優勢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許欣和岩安的交手現在進入到第4局 這是男子世界盃的八強戰 第一場比賽就看到兩位中國好手作對廝殺 好 中岩台對啦 這個球呢 又是橫開 兩邊進攻的岩安 中岩台得分 所以從打到第四局裡面呢 產生了對拉的狀況 好像原來佔了優勢 對 一比 1 2 看來 許欣呢 從他的發球的變化有長短之外呢 處理短球呢 也是許欣今天的優勢 許欣發球 好 五球 雖然發得有點出台 但是許欣一發完球馬上就好準備 就是做一個側身 那許欣的側身搶攻呢 本身呢就是最拿手的這一個招 他也預測到了 岩安出手的位置 2比2平手 放高球 可惜啊可惜 這個球有插到球桌邊喔 哇 岩安其實已經做好準備要來搶攻了 哇 這種 放高球已經是最不利的 還能夠插邊喔 有點運氣啦 不過這個 有時候球運也會在氣勢造成影響 好球 岩安的 直接的 第一時間呢 做一個反拍的加 加拉的動作 一個前衝式的拉扯 再看一次慢動作 應該是沒有退路的岩安 只能拚啦 拚佛的 只用手腕的力量 把球打向了斜線 3比3 好球 喜新的正手 搶攻再搶攻 那在喜新的正手的弧線呢 只要拉向圓安的對角線 會擠向圓安的身體 所以這個圓安非常 反拉的機會不多啦 直接上前一步的調打得手 喜新要慢慢的把差距給拉開了 對 這發完球 整個人已經上來準備等你了 所以 還是回到前三級的整個戰術 到這時候呢 然後圓安呢 馬上叫戰 好 看看落後的圓安呢 也知道這一集沒有拿下來就結束了 其實喜新今天 包括在看他發球 或者是前三百年 搶攻的節奏 自己的策略 打得非常明確 對 對 以喜新來講 事實上 他知道說 他的優勢是正手側身搶攻 那側身的動作呢 基本上就是長球 那他是已經設定說 他的對手圓安呢 應該不會讓他側身 所以呢 雖然他側身很好 但是他知道短球的機率很高 所以 喜新呢 一直往桌子前面去等這個短球 確實就是這樣 目前來講 完全掌握圓安的打法 沒錯 暫停回來之後 圓安 想要來搶攻喔 機會做出來了 不過自己並沒有辦法把球給打盡 對 漂亮的一個 橫打 體型呢 越打 士氣越旺喔 這有時候呢 你戰術打得很好 你會越打越有信心啦 當然這個 主要呢 還是要有這種技術 哇 這個球 可惜了 可惜了 圓安這個球 自己的一個 機會球 又是進攻失誤 這場球賽非常不利啦 兩根的差距已經來到5分 對 直接的 應該是一個 擰球 或者輕條 就是短球的 做一個進攻 不見得說每一個球 這麼用力 打開的一個打法 就會形成中眼台 這時候 看能不能圓安 能夠追上分數 又是白短 這個時候呢 又是由 許欣進攻的 對啦 這個球 應該裁判是 判定沒有差邊 這個打到桌 桌面的側邊 就是下眼 當然這個就不算有勁了 所以分數是由許欣拿到了 不過這一次的來回 相當精彩 好球 又是一個 短球之後呢 許欣等在反手位 直接的先做一個進攻 現在 比賽的賽末點出現了 許欣10比4 有6個機會 結束這場比賽 哇 這個 圓安 已經變成一個 放肛球的表演 有點在表演 這個 直接殺高球 許欣的 有點像 現在被的8強賽上 淘汰掉了同胞好手 延安 晉級到了4強的行列 當然也要請主老師來跟我們談一下 這場比賽 許欣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對 許欣這場球賽 除了他的正手呢 該進攻的時候 他一定進攻 最主要呢 他知道這場球賽 短球呢 的處理呢 要怎麼去做一些反拍線進攻 來壓制 圓安的 進攻模式 那相對的 圓安這場球賽呢 他本身的好處就是 左右進攻 開攻啦 所以打法上呢 應該是要以長球為主對抗 但是圓安這場球賽的 揭發球呢 基本上就是白短為主 反倒沒有進攻的模式 所以整個比賽來講呢 整個戰術上呢 喜心占有 很大的進攻的模式 就是整個主導進攻 所以最後4比0來獲勝 好了 當然這邊也要請觀眾朋友 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 將為您送上 下一場比賽的轉播